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最近聊了好多又严肃又正经的话题 感觉少了一些跟大家心与心的交流 所以想利用今天这个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发生在我生活中的五件让我非常开心的小事 所以我今天专门选了一个这么舒服的坐姿 来跟大家传递这份快乐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那是工作上,工作最近还不错 尤其是今年开年到现在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生年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说实话去年对于彩妆这个品牌来说 都是很难做的 在整个疫情下被消费品类里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彩妆 因为大家都戴口罩嘛 所以就不像以前那么爱化妆了 然后去年所以整个工作上压力是比较大的 今年从开年到现在整个状况还是比较好的 生意有好转 尤其是今年开始 我们品牌所有的彩妆类的产品都是我回国后开始做的啦 所以呢自己参与制作的产品能够被消费者认可 我感到也是非常的有成就感 像之前聊过的OLED666啊 然后还有马上要打的细油棒 还有一个我现在先不剧透了 反正我觉得巴黎欧莱雅的彩妆 今年的有一些产品还是很值得大家期待的 就是我真的觉得很不一样 而且也很符合中国消费者对彩妆的需求 然后整体的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然后除此之外呢 我在工作上还获得了一些别的方面 也是让我很有成就感的认可 让我能够动力满满的继续做这份工作 所以整体来说 最近还是正能量爆棚的一个阶段 然后第二件最近在生活上让我幸福感大增的事情 就是我们为悟空实现了全自动猫生 之前因为我们就是那种两三天的短途旅行 就想不需要再找人来照顾他了 所以当时我们就在家里换了自动喂食器 自动喝水机以及自动厕所 尤其是这个自动厕所 当时我们买到的时候那天 快递小哥给我们打电话说 喂你们家洗衣机到了 消瘦很小 我大家都可以想这个厕所占地面积有多大 所以就是它的缺点 就是它占地面积真的太大了 然后呢除卫功能其实没有特别好 但是依旧解放了我们两个 不是用每天在产食的双手 我现在只需要每天早上和晚上 上班前和回来之后 给他给悟空手动喂一点罐头 剩下就只有慢慢地静静地欣赏 高科技帮我们照顾悟空就好 第三个快乐来源最近 是来自于一个叫米卡的男生 小吴已经开始狂翻白眼 Hello 就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自己会有这样一天 但是因为我最近在看创造营 我当时打开创造营的初衷 真的是为了了解 就是现在年轻人在看什么 喜欢什么 以及最近有哪些有潜力的流量明星 结果我没有想到 我就被米卡就是彻底迷住 我觉得他整直唱歌也太迷人了吧 而且他就是长外表是那种 蛮帅蛮帅的 然后他其实内心性格非常的柔软 所以我就非常非常喜欢他 Hello 唱歌太好听了 所以我就开始 最近开始追星 我真的太上次了 怎么可能第四呢 你看这个 我现在在点赞所有的那个 就是空屏的 空屏你是不是和我一样迷茫 为什么会第四呢 I don't get it 我现在偷闲了 我现在偷闲了 这个人干嘛呢 这个人是不是神丁了 I don't get it 这个人是不是 脑子 脑子挖他了 你为啥听歌要开始视频呢 和我现在偷闲了 那是自然开的 我还买了三香这个 这个酸奶 现在下面已经没有了 因为那个 就是把二维码 那个剪下来给妮卡投票 然后现在就是我们家 我跟小吴 还有我的朋友什么的 你自己喝一箱的广告 都在喝这个酸奶 这不是广告 因为我看 真的还挺好喝的 就我本来买过来 投票的 很真奇还挺好喝的 然后让我觉得小郭哥已经对我超级无奈了 但是我真的就是觉得 他唱歌的声音特别特别治愈 然后就感觉是我繁忙的日常中的一股清流 希望他可以高位出道 我现在每天都在给他撑腰 第四件让我开心的小事是来自于这件物品 我终于拿到了这个我想买很久的 来自于Anissa Kermesh的Love Handles这个花瓶 这我真的想买很久了 然后它首先非常难买 因为国内购买区道是非常少的 即使在国外它官网上也是一直缺货一直缺货 所以我等了好久 终于最近在一个海淘网站上就抢到了这一支 并且还是这个这么特别这么美丽的Yves Klein这种克莱因蓝色 我看这个家 咱已经不能呆了 我看又来一个花瓶了 Oh my god 太美了 你扔哪个了 该扔了呀 上个那个金刚弹员买来以后就插过一次花 我靠 都半年了我靠 你说这家还能带不动 你看那个金刚弹员和那个绿丝皮 你看现在 都在那放的都那么久了 人际罕至的一些角落 我靠 这就是咱们家 我靠 你看这转眼一拍这一下子就四个花瓶了 只有一个插的是假花 我今天买这花是做的插插的 我靠你看你妈下一次买花啥时候 我猜是一年以后 现在我每天回家能看到它我就感到很快乐 然后它也是配什么花都好看 昨天我们本来放的是红色的花 然后配这个蓝也很好看 然后今天是白色的百合还没有开 但你们看配绿的也好看 蓝色配白的肯定也好看 所以就是又很百搭 然后跟我们家整个氛围也很像 然后现在天气快热了 这个蓝色也感觉就是能让这个温度一下就降下来 然后Anissa Kermesh 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牌子 就这个女生她自己是一个珠宝设计师 让她也会做一点这种逃逸的东西 我很喜欢她的创造力 我也很喜欢她做的产品 就是有力量 但是又富有女性美丽 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种状态吧 所以呢最近就是拿到这个花瓶的食物 真的是我一大快乐的圆圈 大家觉得美吗 请弹幕支持我一下好吗 大家也知道现在我们家买个花瓶压力有多大 最后一件让我开心的小事呢 其实不是小事 就是我的好朋友们最近都一窝蜂的喜讯连连 所以我为他们感到开心 他们开心我就开心 最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刚刚生了孩子 然后也同时满了30岁 所以我就送了她首先一个 Futifado的新生儿女礼物 然后其次呢还给她买了一个这个 也是来自于Anissa Kermesh 我跟我的花瓶一起买到的 是一个小的 也可以做花瓶 也可以做那种物件 就是放一些零碎的东西 放在家里也非常的好看 然后我这个的寓意 就是希望她能够在为人母后 美丽而自信地去拥抱自己的身体 我妈妈闺蜜的女儿 这是我的发小间最好的朋友 她最近也怀孕了 她生日就跟我差20天 然后我也非常为她开心 她应该快要到6月底就要生了吧 然后我前段时间给她送上了 就我最喜欢的这个 关注我久的朋友都知道 这个Smithson的这个记事本 就她会有那种就是婚礼准备的本子 Bride to be 然后她有Mama to be 这里有一些小便签 可以让你去记录你整个这个过程 所以我就送了她一个这个Smithson的 Mommy to be的本子 已经寄过去 所以我手上没有食物 我就希望她能够以这种最传统的手机 但是不会消失的方法 去记录这一段奇妙的旅途 最后一个呢 也是关于一个关注我久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 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从高中开始 她最近结婚了 然后婚礼是在三亚举行的 所以我跟小吴就一起去为她庆祝 顺便修了一个短短的海岛度加油 最近都很开心 都是我关系非常非常好 就是top tier的那种朋友 然后最近都有各类喜讯 所以让我也非常非常快乐 好啦以上就是让我开心的五件小事 因为我跟小吴说实话 平时工作都还是蛮忙的 所以视频可能跟的没有那么的情 但我们以后可以经常有这种简单的视频形式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的生活 不知道这种形式你们喜不喜欢呢 然后其次就是想问问大家最近生活中 有没有什么值得分享的开心的小事啊 欢迎在弹幕和评论里送上 然后让大家一起获得快乐 哦对了 by the way 下周末我跟小吴要去乌镇 我这次的目标就是要逼小吴剪出一个旅行vlog 说实话其实每一次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很多朋友问我有没有vlog 我每次都拍了 每次都拍很多很多素材 然后最后回来之后小吴就会觉得 素材太多东西太碎 没有点太像流水账 就以各种理由拒绝剪辑 hello 所以导致我们到现在为止 就没有真正的有一个旅行vlog 能够顺利的顺产出来 所以这次我就要在视频里立下这个flag 让大家跟我一起监督 我们一定要出一个乌镇的旅游vlog 请大家期待 好了以上就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稍微有那么一点水 但是呢诚意满满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周再见 bye